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花莲县境内捕蜂抓蛇行政检讨修正案的专案会议 花莲县议专案召集人郑宝秀 县议员周俊佑等十位的议员 邀请了消防局捕蜂抓蛇的民众 21号在花莲县议会是召开了会议 花莲县议会一年编列1050万元经费 回托民间公司进行捕蜂抓蛇的业务 每年抓蛇费用一条约2398元 但实际收取的费用则是300元到500元之间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公平 有许多乡亲并且向县议员投诉 为了重新检讨行政作业的内容 花莲县议会21号召开花莲县境内捕蜂抓蛇行政检讨专案会议 召集人郑宝秀 县言周俊佑 简志龙 林远复 张怀文 李正文 张美惠 庄志彩 林中坤 邱光明 徐子方相当重视这项议题 由于台中特别厂商是不是以低于这个金额为托在他人代办 也希望主办单位未来能够类似服务案件能够以在地人为主 有关于今天捕蜂抓蛇这个检讨案件 也非常感谢我们十几位一人都非常的关心 这个捕蜂抓蛇的这个检讨 那个总瓜一记应该是我们利用我们在地的人来帮忙 因为原本他们都是长期以来都是消防局这边是打电话 他们都会来帮忙 但是目前好像是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希望能够来改善跟修订 让我们在地的知道我们的地形环境的在地人 能够来帮忙处理捕蜂抓蛇的案件 花园线消防局副局长吴正恩表示 由于明年度的标案已经进入程序了 不过对于原理的意见 则是会作为修正参考的依据 花园线消防局长会召集人赵宝学表示 此时为一眼相当关心捕蜂抓蛇的行政成效 也希望花园线消防局能够大大的检讨 今年度的成果以及重视乡亲们的诉求 共同维护乡亲们的生命产生安全 谢谢观看 观看